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港府亦规定3月19日起 除内地、澳门及台湾以外抵港人士 要接受14日强制隔离 措施生效之后第二天 3月20日上午7点45分 欣子丹和太太汪詩詩 就由美国抵达现身机场 两人都有戴上口罩和手套 手上亦配有获政府分派的追踪手带 保障上 保障上 不是很美 哎呀 我没有肯定跑嘛 从美国回来 这些人都要对人家有责任 就算你没有这个法律 我们都会自要求 在后面啊 各位小心 小心后面 小心后面 隔离14天 会不会对工作有什么影响或者生活上 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家说 这个社会文贡献就是要做这个身体体抗 是 不可以接受的工作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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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一对子女就和父母前后脚延伸 他们两个都做足装备 姐姐用连身帽遮盖头部 弟弟戴上头盔 并且有透明防护膠膜保护面部 两人快步离开机场 到了上午8时20分 翠碧家亦抵达香港机场 她戴着口罩和帽衣衫 今次机程是由洛杉矶返港 返回香港之后 Anita就会接受14天自我隔离 她手上现时也戴上追踪手带 并会入住酒店 以免影响到家人 对于未来自我隔离的日子 她亦做好准备 当时其实早几日前已经知道 因为当香港政府宣布的时候 其实那天一睡醒 就已经迟了几个小时 再上网看 再上网看最快那班机 三十几个小时才到香港 就已经放弃不要去买了 那时已经开始在想 其实就是自己训练 因为我觉得14天又不算很长 如果可以保障自己 保障家人又不是14年 我就已经准备了 那部数码钢琴搬去酒店 就弹琴 然后就会拍片给大家看 其中家人会否一起照顾你 他们不会进来住 但我妈妈可能会煮一些汤 让我放在摄影室 刚才下机的时候 政府有没有什么提示给你 他们给了我一份东西 我就很快地看看 都是一些防疫知识 还有教我们怎么用这个手带 令政府不要误会了 你偷就会出去 其实Anita之前在洛杉矶 在洛杉矶工作之余 也有进修演艺课程 不过随着疫情在美国蔓延 他都感受到当地人 对华人态度的转变 例如就算他跟你不认识的话 他都会大声 你会听到是跟你说话 通常都是会关于 病毒的东西 例如可能他会说 他有病毒 不要那么近他 又或者可能会说 为什么我们最近在洛杉矶工作室 他问他就会知道 即是他提到中国人 有时可能他问东西 例如我的健身房 平时他问东西都没有东西 自从总统宣布完之后 你想去问东西 那些人是走开 其实他不是怕你 他是有点恨你 那我一直叫他过来 我有些东西想问 他都不想过来 他都过来 他问他有什么想问 我可能想问他 那个铁锅 他不会很想回答你 那个心情觉得很不知怎样 所以回来之前的一两天 有可能自己的情绪 都有受到其实整个环境影响 因为突然间所有东西都搅热掉 跟香港不同 香港也是选择会可否开 那在雷克苗 是只有大约是较烤 fod散 和便利店可以开 其他的清一诗不能拓 这天脆妈妈都有来接机 还落手落脚 帮手修行李上车 不过他就没戴口罩 现在疫情这么严峻 真的要万事小心